在內閣會議中 通過決議 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 對此一決定自為遺憾 並於強力譴責 政府並宣布 自即日起 終止與鎖羅門群島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輔助計畫 中國政府再次透過金錢外交手段 承諾花而不時的巨額援助 收買少數政客 並讓鎖國政府 趕在中國國慶前通過決策 通過決議和我斷交 目的就是在打擊台灣 傷害台灣人民 一點一滴壓縮消滅台灣主權 中國政府這一次 更刻意在我總統及立委 大選前進行攻擊 影響我國選舉的企圖 招染若揭 對於中國政府這種打擊台灣的行徑 政府予以強力譴責 並且呼籲台灣人民 堅持主權 堅持自由民主理念 堅持走向國際 並堅持作為世界良善力量 除了我們鎖羅門的鎖管 有充分掌握情資之外 我們也跟一些有盟國家 有情資的交換 派遣我們的政務次長 許事前到鎖羅門去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最後的關鍵 能夠再做一些努力的作為 我們整個外交團隊 也勇敢頓戰到最後一刻 那既然結果是這樣子 我也已經向總統表示 我會勇敢的復起政治贈喻 問題是有關於太平洋的 其他友邦的關係的狀況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其他五個友邦 都情況都還不錯 我們也都有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 我們的住室 在那邊也都跟政壇的 這些重要的人士 都維持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最近諾魯也有舉行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結果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也邀請新任的總統 到台灣來訪問 他也欣然答應 我們正在安排時間當中